百家关赛团 8月30这一夜 球迷的事态炎凉 在王哲林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南篮热身赛打得太少了 第三场才找到点状态 乔帅不适合中国南篮 还是上杜峰吧 一直觉得他在不管输赢 至少防守不会差 这次世界杯 我们球员空篮不进 拔球三不沾 这队伍谁带得一样 杜峰要是主教练 能气死了 不用谈技战术 抛开基本功弹技战术 都是耍流氓 我们教练思想 还是稳稳地给中锋往里面打 外面浪头顶头都是乱来 思想不进步 因为不改变最好 大家都是这样打了几十年了 我也没打错啊 看到外国的球员 一个个肌肉发达很壮 再看看南篮 没几个肌肉壮汉 你身体肌肉少这么高强度 运动过后 就是腿软球都拿不稳 各种失误投篮 没有命中率 瘦不拉击的 媒体能是最大问题 跑你都跑不过人家还想赢 王哲林就你现在这态度 根本配不上国家队 不如给敢打敢拼的年轻人 真正热爱篮球的年轻人机会 且不说你在中国南篮是什么地位 你完全配不上中国球迷对你的期望 前辈们不管水平 如何最起码在国际赛场上敢打敢拼啊 第四节那么好的形式 为啥不让胡金秋上王哲林回家好好练练吧 罚球两次空篮都不进 换下去嬉皮笑脸的不觉得丢人 曾经的世界八强也不行了 中国对抗性的运动基本全军覆没了 没一个好的 我觉得其他人都还好 表现都重归重局 主要没有放开 赵瑞表现亮眼 黎凯尔根本达不到改变球队水平的情况 投射能力太差了 张震灵我本来挺期待的 自己也很想表现 但是实际表现一般吧 最重要的是 周琦已经没有了以前的竞争力了 外线放空投不进 篮下基本不扣篮 全场没几次出手 球队遇到困难的时候 没有了可靠的点 中国队员每天他们都干什么呀 投篮命中率也就40% 没人防守也不进 伐篮也有不沾边的 这哪是国家队呀 再看看波多黎各 三分球在有人严防的情况下 基本都能投进 真有自信心 海水退去 王哲林 张震灵露出原形 没能力 上不了场面 周琦也是赶鸭子上架 烂尼也得硬往墙上扶 黎凯尔能力平平 不是中国队需要的类型 规划失败 赵瑞出类拔萃 唯一出彩球员 其他人尽了自己的权力 无奈无意不经 被虐得惨不忍睹 总之 亚洲球队 或者说中国队与欧美距离越拉越大 以南望其向背 看不到希望 这个外交水平好不好不知道 但我觉得 它真的不适合南篮 博多了一个三百多万人口 不及中国的一个地级是 中国南篮以十八分之差败北 不知中国南篮队员和教练团队有什么感受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 我会继续加油的